你绝对想不到 这么可爱的宝宝 居然是从流水线生产出来的 宝宝们整齐的做好 首先趋云性别 然后拍上扫身粉 穿上尿不湿 但每批宝宝中 总会有特别的一个 其他宝宝把袜子穿在脚上 他却偏偏套在手上 当拿到安抚奶嘴后 宝宝们就开始了最后的环节 一挠就笑的宝宝 可以合格出场 而这种怎么挠都没有反应 准备飞没到了公司管理层 穿上西装 戴上手表 拿好领带 拿好公文包和奶瓶 摇身一变 小宝成了公司高管 可他刚上班 就知道了一个神秘任务 他来到指定地点 卖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明明是个婴儿 却打扮得像个大老板 看着神秘的宝宝 居然走向自己家 男孩赶忙下楼 结果却发现 父母已经抱起了宝宝 男孩瞬间懵了 他想要揭穿小宝 结果对方就先发制人 小宝抱着奶瓶 十分乖巧 可只要他一哭 父母就得围着他转 就连吃饭也不消停 小宝的哭 不分昼夜 父母也没有办法 只能拿玩具哄他 父母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了弟弟身上 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他 不仅家里追满了弟弟的玩具 就连鲜艳的浴缸 也被他霸占 更可气的是 小宝故意欺负哥哥 还装到一脸无辜 他想要示威 却被一把掌扇倒 深夜 大宝听到弟弟的屋子里 传来电话的声音 好奇的大宝来到没钱 结果却发现 弟弟居然会说话 眼看事情败露 弟弟却一点也不慌 因为他知道 父母会无条件地相信他 还不慌不忙地 调了一杯鸡尾奶 然后还威胁大宝 要抢走父母对他的所有爱 大宝虽然表面不在意 但其实他明白 自己的地位已经不保了 第二天 一群宝宝在家里开会 小宝站在中间 似乎是他们的领导 趁着他们开会 大宝偷偷录下证据 准备戳穿他们 可刚要离开 就被宝宝们发现了 大宝撒腿就跑 准备将证据交给父母 结果在最后一刻 就被宝宝们拦住了去路 眼看情况不妙 转头就跑 宝宝们见状 直接追了上去 傻哭哭的小胖撞爆围栏 直接冲了出去 混乱中 小宝抢到了露营磁带 为了多回证据 大宝拿起机关枪 一顿扫尸 小宝毫发无伤 抢回磁带的大宝 趁机跑回了家 临走前 还不忘嘲讽一下他们 家长没看到这一幕 还以为大宝 又在欺负小孩子 父母非常生气 准备教训一下大宝 结果却看到 死在弹出窗外 被路过的汽车销毁 这下大宝 彻底解释不清了 父母一气之下 将他关进了小黑屋 从小到大 这是他第一次感觉 家庭不再温暖 可没过多久 小宝却主动过来和解 还将自己到来的原因 告诉了大宝 随后 小宝掏出两个神奇奶嘴 两人开始用力猛作 接下来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大宝居然跟着小宝 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看到这一幕 大宝非常震惊 原来可爱的宝宝 真的是从工厂生产出来的 小宝带大宝参观了这里 他告诉大宝 葫头宝宝离开后 就会忘掉这里的一切 而这里的员工 每天都要喝一种神奇奶水 让他们保持宝宝的模样 这个大屏幕上的爱情图 就是人类爱的总和 以往人类最疼爱宝宝 但在最近 却出现了一种猛狗产品 他们得到的爱 也越来越多 如果再这样下去 宝宝们将会彻底失去疼爱 为了查明真相 宝宝集团派小宝 混进猛狗集团 搜集情报 一位大宝的父母 是猛狗集团的员工 所以小宝才会来到大宝家 只要小宝能顺利完成任务 他将会成为 宝宝集团的传奇 做最大的办公室 还能拥有 蠢金打道的私人马桶 但如果任务失败 他将会被宝宝集团开除 导致真相 大宝决定帮助他 两人握手言和 决定一起 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从此之后 他们犹如亲兄弟 一起玩耍 一起研究猛狗集团 就在这天 机会终于来了 他们跟着父母 来到了猛狗集团上班 而在屋中 他们趁机摆脱了父母 按照计划 小宝穿上狗狗套装 去搜集情报 大宝则躲在桌子下面 负责指挥 不然没想到 小宝被其他狗狗 真的当成了同类 大宝见状 如如一个小球 就在把狗狗们 吸引离开 小宝冲向资料室 却被保安报了起来 眼看事情就要暴露 小宝立马化成舔狗 就这样 两人顺利来到了资料室 他们找到了 猛狗集团的机密文件 看到文件 小宝就用的哈拉子 都留了下来 结果下一秒 一个牢笼将他们困住 原来这是一个陷阱 而抓他们的 居然是宝宝集团的 前任CEO狗盛 几年前 身体开始生长发育 独师会见他不再是婴儿 急着叫他抛弃 为了报复宝宝集团 他创办了猛狗公司 说完之后 狗盛抢走了小宝的神奇奶水 还要将奶水批量生产 喂给狗狗美 让狗狗永远长不大 一直被人类喜欢 紧接着 狗盛让手下假扮成保姆 看住兄弟俩 他则以出山为由 带走了他们的父母 可狗盛却低估了 兄弟俩的战斗力 他们熬制的密制酱料 给保姆喷得四处乱窜 然后趁机跑了出来 看到保姆穷追不死 小宝只能呼叫支援 小胖斩射了一套双街跪法 接着纵身一跃 发起了猛攻 这彻底激怒了保姆 直接见小胖 仍飞了出去 危机时刻 三毛台宝宝赶来 对着保姆轮番攻击 最终汽车失控 众人被撞得人羊马翻 竟然为兄弟两人 争取了时间 他们赶到了机场 在不远处 他们看到了父母 可就在这时 没有了神奇奶水 小宝变成了普通宝宝 但也因此没有登上飞机 大宝担心父母会遇到危险 于是开始责怪小宝 看到小宝离开 大宝也伤心的 躲在角落里抹眼泪 可没过多久 大宝接到了电话 原来是小宝打来的 他们再次制定计划 流进了下一班飞机 并且及时赶到了 蒙古发布会的现场 新一代蒙古刚上线 就引起了观众们的热爱 甚至有人将孩子扔到一边 跑去留洋小奶狗 就在这时 狗盛发现了兄弟俩 随即将他们的父母 关进箱子里 然后直接逃跑 兄弟俩人见状 顺着管道追了上去 来到内部 他们发现了狗盛的阴谋 他想要利用火箭 将魔狗发往世界各地 从而霸占全人类的爱 而此时 狗盛按下了发射按钮 还有两分钟 火箭就要起飞 为了阻止这场灾难 两人对狗盛展开猛攻 狗盛不敌二人 被打入了神奇奶水池 但火箭马上就要发射了 危机时刻 小宝想到了办法 他让大宝将自己扔到船舱上 打开舱门 放出了所有小奶狗 在发射的前一秒 大宝抱住了小宝 就在这时 掉进奶池里的狗盛 突然爬了出来 经过浸泡 他居然再次变成了婴儿 他不甘心计划失败 想要放手一搏 结果却被好心的大叔领养 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 终于解除了危机 完成任务后 小宝和伙伴们一一告别 临走前 大宝和小宝 都有些舍不得对方 随后集团派人 将他们的父母 关于小宝的记忆 全部删除 小宝回到公司 成为了宝宝集团的大英雄 也如愿搭上了 宝贝集团的CEO 坐上了黄金马桶 另一边 大宝也得到了 父母的全部关爱 两人都如愿 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但不知为何 却都高兴不起来 就在这天 小宝收到了一个快递 是大宝寄来的 信上写道 他希望和小宝成为兄弟 打开盒子之后才发现 里面是他们曾经玩过的玩具 这一刻 小宝释然了 于是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放弃了总裁身份 重新回到了生产线 变成了普通婴儿 回到了父母身边 从此一家四口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是一个刚满院的小宝宝 只能看到爸爸和叔叔在吵架 静气的直接开口说话 就在这时 他把两个奶嘴丢向空中 接着踢出两脚 将两人的嘴给堵上 原来 他不是普通宝宝 而是宝宝集团派来的特工 他带两人穿越到了宝贝集团 半路上 叔叔的记忆涌入脑海 原来 他也曾是宝贝集团的 一名天才特工 而如今 宝贝集团再次面临危机 邪恶博士试图 给所有的宝宝洗脑 让他们远离父母的控制 短短几个月 他就建立了 好几所这样的学校 为了查出博士背后的目的 宝贝集团找来叔叔 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只要喝了这瓶海克斯科技奶水 就能变成宝宝形态 潜入博士的学校进行调查 于是 叔叔抱着好奇心 在手上滴了一滴 爸爸现状 也正正要参与任务 因为自己的大女儿 就在博士的学校 就这样 兄弟俩你真我想 在一口口三花淡奶的作用下 两人变成了 我们熟悉的第一部里的 大宝和小宝 终于 小女儿看不下去了 上前制止了两人的幼稚行为 然后将两人带进房间 给他们分明了第一个任务 中午放学前 潜入博士办公室安装监控 到了第二天 他们直接睡过了头 大宝立马将抽屉里的小宝叫醒 两人穿上校服 立马出门 但还是完美错过了校车 觉得大宝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小宝却在一旁吹起了口哨 结果下一秒 一匹装送的小矮马 以一种十分骚气的姿势 奔向两人 大宝觉得这家伙并不靠谱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却令他眼前一亮 吃了胡萝卜的小矮马 像同乡的野马一样 上速已经飙到了惊人的160 两人一马 在城市里横冲直撞 最终 在送走几名无辜失明后 他们也顺利到达了学校 后来到校美口后 两人再次傻眼了 学校大梅还分为六个等级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级别的班级 一人形态的小宝 直接被飞到了黄色的幼儿班 而大宝却被安排到了蓝色的尖子班 和自己的大女儿同一个班级 班上的孩子个个不一般 小小年纪就已经开始学习量子力学 看到女儿在课堂上的出色表现 大宝感到很骄傲 而小宝这边就惨了 她被迫飞到全市小宝宝的班级里 有总是从背后出现的小鬼娃 还有爱玩浇水的胖娃 正在她瞅着怎么出去时 未见开到了头上的天窗 她立马想到了办法 注意看 这个小宝宝想越狱 他们先把橡皮泥放上发射炮 然后挡住所有摄像头 紧接着 组装一辆十米高的战车 小小童天窗逃出去 快眼看即将要成功 推上的小胖娃 却被浇水粘住了双脚 战车瞬间散架 小宝的淘宝计划 就这样泡汤了 这可把她气坏了 大声训斥的胖娃 但很快 她要从胖娃身上找到灵感 于是 小宝利用浇水 化身为蜘蛛侠 成功逃出了教室 一路跌跌撞撞 终于来到博士办公室没口 而怀在上课的大宝 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任务 她谎称自己要上厕所 在那边的教室 居然自带厕所 她只能另想办法 于是故意在客塔上捣乱 想被赶出教室 小宝了 小宝用尽十点的力气 想中开煤 结果煤轻而易举的就开了 原来 学校里到处都是监控 博士早就留意到 小宝今天出色的表现 他不想错过 这个跟他一样 致力超群的宝宝 为了说服他 他还卸掉了自己大人的外壳 原来 他是个满度的坏水的高智商宝宝 小宝立马将这个消息 报告了总部 博士看小宝非常有潜力 于是直接给他安排到 最神秘的紫色班级 为了搞清楚博士的阴谋 小宝只能将计就计 这里的宝宝 似乎在搞什么神秘科研项目 正当他准备拍照取证时 之后突然出现了一团黑影 原来是个穿人者服装的小可爱 幸好博士及时出现 救下了小宝 他带着小宝来到秘密基地 原来 他还培养了一群程序员宝宝 负责完成软件的开发 市面上最流行的几款软件 全部出自于他们手上 而他们现在正在开发一款 号称能改变世界的软件 博士的目的 是想掀起一场宝贝革命 让宝宝们取代大人 来统治这个世界 得知消息的小宝 火速赶回家里 结果却换到 大宝假扮成大职丽的同学 先一步回到了家里 原来 任务失败了大宝无意间 发现了女儿正为徐要的演奏发愁 他是徐要的主唱 可统师唱不好 被同学们埋怨 大宝决定以同学们的身份 给大女儿练歌 帮他找回自信 可他大女儿开口的那一刻 大宝才发现 他唱的歌 实在难听的要命 在大宝的引导下 大女儿终于找到技巧 重拾信心 不再为了过几天的演出 而发愁了 帮女儿解决完烦恼后 大宝跑回自己的秘密基地 看到小宝还在生自己的气 于是主动上前 跟小宝道歉 最终兄弟俩兵士前行 决定一起去破坏博士的计划 收到最新的情报 博士决定在学校的音乐节 发表演讲 并对道长的家长进行攻击 经过精密策划后 三人决定分头行动 而智商最高的小宝 则挨插在博士身边做内应 然后趁其不备 将控制器装在博士的大人战衣上 到时候等他上台演讲时 直接让他暴露真实的身份 可到了演出当天 却发生了意外 小宝发现 博士已经将新开发的神秘软件 植入了家长们的手机里 只要家长们拿出手机拍照 神秘软件就会控制他们的神志 得到这一切的小宝 立马找个借口溜走 他要在大之女表演之前 弃乱电源 阻止博士的阴谋 他大宝不希望大女儿的表演被搞砸 兄弟啊为此再次发生了争执 打斗中 他们被人者宝宝绑了起来 原来博士早就得知他俩来这的目的 为了不让他们捣乱 博士将两人关进进闭室 而失去队友的小女儿 只好找到姐姐 看到自己刚满院的妹妹竟然会说话 她被吓了一跳 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卖后 她决定加入计划 看着完全被博士控制的家长们 当务之急 是要立马破坏掉服务器 熟悉学妖地勤的大女儿 找到了服务器位置 而大宝和小宝 却差点被淹死在禁闭室 关键时刻 小矮马再次赶到 就压了兄弟俩 结果刚逃出来 就遇到了拦路的忍者宝宝 危机关头 看似最不靠谱的胖娃 用胶水扮倒了一群忍者 接着是提到的小鬼娃登场 从身后突然出现 直接吓哭了忍者宝宝 在他们的帮助下 大宝小宝自然顺利赶到服务器下面 可博士也在这时赶了过来 他又抽到话的胖胖糖 轻松就抓住了兄弟俩 与此同时 姐妹俩穿上了博士的大人战衣 博士见状 拿出软件控制所有家长 先来让他们抓住大宝和小宝 事到如今 小女儿也呼出去了 只见他直接越过博士 率先爬上大树 最后关闭服务器 才能阻止这一切 博士掩开计划要泡汤 立马又胖胖糖 控制住兄弟俩 然后自己爬上大树 去追赶两姐妹 紧接着 小女儿则和博士 发生了激烈的混战 大女儿则趁机冲到服务器前 试图关闭软件 博士见状 直接砸掉键盘 大女儿想到用消防喷水 让电脑进水短路 追赶楼下的大宝 去拉下火警 然而此时大宝小宝 两人都自身难保 可就在这时 变形奶粉的时间到了 小宝再次变回了大人模样 控制住了家长 大宝也成功拉下火警报警器 和扣门的校长 竟然连水费都没交 而此时 控制软件已经在世界各地生效 看着自己的统治计划已经成功 我手打开可乐 准备庆祝一番 大女儿凌晋一动 抓起一把薄荷糖 瞅准时机 直接丢进可乐 在可乐和薄荷糖的激烈反应下 服务器瞬间被摧毁 大女儿也被强烈的气流震出房间 陷阱掉下去 还好在最后 被变成大人的爸爸救了下来 那边的小女儿 也抓住了博士宝宝 最后 家长没全部恢复了神志 跟孩子们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看着下面一家人团聚的场景 或是也意识到 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家 你绝对想不到 这么可爱的孩子 居然是机器生产出来的 在未来世界 想要生孩子很简单 只需要写一封信 然后寄到宋子峰 吃刀信念的婴儿工厂 就会根据女的需求 造一个孩子出来 然后有宋子鸟 护送到你的手中 可由于孩子实在太可爱 导致宋子鸟看到 都磨生了当父亲的想法 这天 有一只叫大壮的宋子鸟 他就想要留下一个婴儿 结果一不小心 把婴儿的定位器摔碎了 婴儿无法寄出 只能由公司来抚养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老板决定关闭婴儿工厂 转行为快递中转站 18年转瞬即逝 宝儿也长成了大姑娘 他从小就是个捣蛋鬼 经常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 就在这天 老板终于受不了了 准备把宝儿送回人类世界 于是 他把杰哥叫到办公室 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 只要完成任务 就证明他为公司副总 几个信心满满地走出办公室 可当他见到宝儿时 又不忍心把他赶走 毕竟相处了十几年 早就有了感情 就在这时 几个看到了婴儿工厂 于是便缓成宝儿升职了 让他到工厂当收信员 宝儿一听开心坏了 准备在岗位上大展拳脚 可他却不知道 婴儿工厂关闭已久 哪里还会有人写求子信 宝儿每天都很无聊 时间一长 整个人都快抑郁了 而此时 有一个男孩 看到别人都有弟弟妹妹 于是他就想要一个弟弟 可父母忙于工作 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 男孩非常失望 伤心的男孩来到阁楼 在无意间 发现了一张送子鸟的广告 于是 他便冒充父母 给送子峰寄去了求子信 看到有人寄信过来 可怕宝儿高兴坏了 于是他拿着信件 就跑到了婴儿工厂 这时 杰哥偷牵控里 看到了宝儿的身影 杰哥立马赶到工厂 但还是晚了一步 信件被投进了婴儿工厂 机器瞬间启动 紧接着 信件如细胞般快速分裂 杰哥想要停止机器 却没有任何反应 他看到了终止按钮 于是想用扫把关闭 结果却被扫把毒打一顿 无奈之下 只能把手伸进齿轮里 虽然成功终止了程序 但他的手也补折了 就在他没准备离开时 意外还是发生了 为了不被老板发现 杰哥决定偷偷送走孩子 可他的翅膀受伤了 没有办法再飞行 就在杰哥绝望时 他看到了头顶的飞船 这正是宝儿的杰作 虽然他的发明并不靠谱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其他的办法 无奈之下 只能用他的飞船送孩子 可是途中 宝儿听到孩子的哭声 瞬间母爱泛滥 非得要去抱抱孩子 结果飞船无人驾驶 导致急速坠落 最终掉在了冰川上 杰哥很生气 他把一切过错 都怪在了宝儿身上 于是他决定 独自一人去送孩子 就这样 杰哥独自走在冰天雪地里 可还没走几步 就被狼群包围了 狼王变成舔狗 只需要一个小萌宝 上一秒还要吃掉孩子 结果下一秒 就被孩子萌化了心 随后 狼王向重狼宣布 萌宝正式加入狼群 狼王把宝儿两人放了下来 准备让他们哄孩子开心 结果就被宝儿钻了空子 他拿起棍子 对着杰哥就是一顿乱敲 看到孩子笑了 狼群又被萌化了 趁此机会 宝儿捡起大木板 对着狼王就砸了过去 趁着重狼没反应过来 带着孩子就跑了出去 为了阻止狼群过桥 结果直接砍断了木桥 本以为能躲过一截 可是下一秒 没过多久 一座狼桥搭建完成 无奈之下 两人只好换成水路逃跑 最终 他们逃了出来 趁着狼群没追过来 他们爬上飞船 从悬崖一跃而下 飞船顺年变成了游艇 狼群见状 准备变成飞机继续追 可是下一秒 随后 他们来到码头 准备坐游轮离开 却没想到 被狼群给埋伏了 他们直接秒变面包车 轻松抢走了孩子 还给他系上了安全弹 为了不吓到宝宝 狼王决定归宿前行 可是下一秒 孩子又没了 两人疯狂逃跑 却不小心跑进了玻璃场 鸟类天生看不见玻璃 这让杰哥犯了难 无奈之下 宝儿只能指挥他前进 可没一会儿 狼群就追了上来 看见狼群 宝儿也慌了 最终 他们还是被狼群包围了 危机关头 一只大鸟突然飞来 直接救阻了他们 狼王健壮 心都碎了 原来 这只大鸟就是大壮 当年因为一时糊涂 把宝儿变成了孤儿 他非常后悔 这些年 他一直在寻找定位器的碎片 希望可以把宝儿 送回到他父母的身边 可惜现在还差最后一片 觉得这时 宝儿取下了项链 这正是那最后一块碎片 当定位器拼好后 家里的定位也出现了 宝儿很高兴 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随后宝儿被大壮带走了 而杰哥 则准备独自一人去送孩子 可他却不知道 公司里的马屁哥 已经发现他的秘密 他把这件事汇报了老板 得知情况后 老板让马屁哥 修改了宝宝的定位地址 准备等他自投罗网 严惩这个叛徒 等杰哥来到目的地后 却发现开门的是老板 随后老板把孩子带走了 还把杰哥绑了起来 与此同时 宝儿也来到了家门口 和心里却放不下孩子 于是他便赶了过来 端音打开门 就看到了被绑的杰哥 宝儿得知情况后 他被伪装成机器人 顺利溜进了公司 准备把孩子抢回来 双方一见面 火药味十足 谁都不愿退让 看到孩子已经熟睡 双方都不愿意把他吵醒 于是来了一场无声的打斗 就连身体被扎 也只能忍住不出声 接对这时 杰哥看到一箱灵挡 于是灵机一动 直接把箱子抛向空中 为了不让灵挡发出声响 小企鹅努力接住灵挡 可是下一秒 本以为能顺利逃跑 可没想到 还是被老板发现了 他们也被逼到角落 面对老板的威胁 杰哥直接把信仓的管道 连接到了婴儿工厂 一瞬间 婴儿工厂全面启动 堆积入山的求子信 全部被吸入机器 随后 一个个婴儿被制造出来 看着事情脱离掌控 老板悄悄退了出去 此时的孩子越来越多 导致机器发生了故障 眼看孩子就要坠落 危机关头 宋子鸟妹被激发了天性 立马向孩子冲了过去 就在此时 老板开着机器人冲了进来 准备摧毁婴儿工厂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机器人的开关被萌宝发现了 结果 最终老板自食恶果 随着他的快递工厂 一起坠下高空 等一切声音落定后 杰哥成了老大 宋子鸟妹也重新走上了岗位 为渴望拥有孩子的家庭 送去这份珍贵的礼物 在电影最后 萌某被送回了家 宝儿也如愿回到了家里 跟家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水里管管这个熊孩子 他拿着水枪 无缘无故的射向蚂蚁 蚂蚁没在家园 被瞬间淹没 男孩追的还不过瘾 直接把蚁血 踢了个稀巴烂 他们祈求男孩 不要伤害他们 可男孩还是一脚踩了下去 他叫小杰 竟然被隔壁胖虎欺负 他不敢反抗 只能把心里的怨气 通通发现到了蚂蚁身上 蚂蚁巫师怒了 他沿着出变小药水 要让小杰付出代价 黑夜里趁着小杰熟睡 巫师站在他的耳朵上 然后把药水倒了进去 当小杰再次醒来 已经变成了蚂蚁般大小 他的内裤也比他大了几百倍 就在这时 巫师突然出现 小杰吓坏了 他们带走了小杰 一路翻山越岭 来到了乙穴 蚂蚁没把小杰带到了会议大厅 要对他进行审判 由于小杰经常摧毁他们的巢穴 蚂蚁也没纷纷吵着要吃掉他 这时 以后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对于小杰的恶行 以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要让小杰学会如何当蚂蚁 只有感同身受 才能让小杰对生命产生敬畏 这时 宝儿从蚁群站了出来 他愿意当小杰的导师 就这样 小杰跟着宝儿学习 如何成为一只蚂蚁 首先 要小心玻璃折射的阳光 因为温度太高 以表心 就会灰飞烟灭 不仅如此 还要随时提防蜜蜂的攻击 稍一不注意 就会成为他们的食物 蚂蚁们非常团结 即便自身弱小 也能举起巨石 砸向空中的蜜蜂 一只蜜蜂落在了小杰面前 宝儿及时推开了他 自己却陷入了困境 小杰吓坏了 他丢下宝儿 独自跑向了草丛 但一只蜜蜂 却对他紧追不舍 小杰拼命地逃跑 以表心 利用玻璃碎片 点燃鞭炮 就在这时 蜜蜂跟了上来 利用尖刺攻击小杰 结果蜜蜂一表心 扎进了鞭炮里 蜜蜂妹被鞭炮声吓坏了 就这样 小杰成了蚂蚁妹的英雄 他们带着小杰来到纪念馆 里面的壁画 记录了蚂蚁妹的发展史 而壁画馆的最里面 是蚂蚁之母的画像 是他创造了蚂蚁 就在这时 小杰注意到旁边的画像 蚂蚁妹告诉他 那是屯蚁膜 只要有他的地方 就会带来死亡 小杰认出了画像的人 正是白天给他搭讪的灭虫专家 小杰必须尽快阻止他 而唯一的办法 就是回家打电话取消合同 于是小杰带着蚂蚁妹回到了家 但他现在只有蚂蚁般大小 蚂蚁妹打起退堂鼓 但小杰却没有放弃 没过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厨房 小杰跑到电话面前 终于他成功拨通了电话 但电话的另一头 却是一个披萨店 电话那边的老板正在撩妹 听没没有听清小杰的话 就在这时 姐姐来到了厨房 他们也赶紧藏了起来 但有一只蚂蚁 还是不小心被姐姐发现 幸好他身法灵巧 这才躲过一劫 最终 他们有惊无险地回到了蚁血 当巫师得知 小杰带着蚂蚁妹冒险 他十分生气 露出声地赶走了小杰 可就在这时 一只青蛙跳了出来 他不停地攻击小杰 小杰吓坏了 赶紧拼命逃跑 在半路上 他遇到了蚂蚁同伴 结果下一秒 被青蛙一口吞进了肚子 而此时 青蛙的肚子里 已经有了三只虫子 觉得这时 巫师也掉了进来 他是来救小杰的 手里拿的正式催吐的药 没过多久 青蛙胃力一阵难受 把他们全部吐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这只苍蝇高兴坏了 结果下一秒 小杰和巫师成功脱险 他们一起回到了蚁血 小杰也认识到了 自己以前犯下的错误 而巫师也选择原谅他 第二天早上 汽车的轰鸣声 吵醒了他们 原来是灭虫专家 大烟鬼来了 蚂蚁妹顿时慌了 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 小杰决定和蚂蚁一起 共同抵御灭虫专家 只要用变小药水 灌进灭虫专家的耳洛里 就能解除这场危机 小杰找到了蜜蜂 想和他们结盟 可蜜蜂们压根不想合作 还要把他们吃掉 就在这时 一只蜜蜂倒在了他们面前 最终 蜜蜂妹答应了结盟 无数只蜜蜂严振以待 蚂蚁妹纷纷站在了蜜蜂背上 此时的他们 选择了并肩作战 共同对抗敌人 蚂蚁绕过黑色喷雾 对准耳朵喷出药水 可爸爸没想到 他竟然戴着耳机 小杰在靠近他时 以表心 掉进了男人的头上 男人拿手挠了一下头发 小杰瞬间就掉了出去 宝儿接住了他 但是下一秒 死死压住 只见他举起蜜蜂 把宝儿救了出来 紧接着 他们跑向一个木桩 但攀爬一直是小杰的弱像 黑烟瞬间推没了小杰 正当蚂蚁无尸和宝儿担心时 小杰成功爬了上来 他终于战胜了自己 在眼前的危机 还并未解除 就在这时 小杰把药水涂在蜜蜂尾部 趁着男人露出破绽 药水直接扎了进去 男人瞬间变小 无数的蜜蜂飞了出来 把男人渣的暴徒数串 最终 他们赢得了这场战斗 而小杰 也得到了蚂蚁没的肯定 无时给了他变大药水 把他变回了正常大小 经过这次冒险 小杰再也不是 任人欺负的小杰了 面对胖虎的欺负 他没有再退缩 而是勇敢的面对 还成功策反了胖虎的小弟 赶走了胖虎 为了回报蚂蚁的教导 小杰把糖果撒到乙穴 最后 他也明白一个道理 对所有生命都要敬畏 我们下期再见 男孩只是弹了下吉他 竟意外穿越到 一个满是亡灵的世界 在这里 游着连接阴阳两界的花瓣桥 只要通过机器的扫描 亡灵就可以返回人间 和活着的亲人们一起团聚 假如你的生活充满沮丧 那么迪士尼这部高分之欲动画 你一定要看完 杰克从小有个梦想 就是成为歌神德拉那样的音乐家 德拉不仅歌声优美 他还有一个特殊技能 会飞 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 竟然遭到全家人的反对 原来就在杰克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曾曾祖父就是个音乐家 为了唱歌给世界听 他就背上吉他走了 再也没有回来 曾曾祖母一气之下 撕了家人的合照 并禁止家人玩音乐 从此音乐犹如一道伤疤 深深刺痛了整个家族 在这种环境下 杰克只好偷偷来到 灰暗的歌楼里 模仿歌神的每一个动作 在歌神录像的鼓励下 他决定参加 亡灵节的才艺大赛 随之刚走出后院 就被家人堵在了灵堂眉口 为了不被家人发现 他激发把手里的吉他和小狗 塞到了桌子下 好不容易打发走家人后 可以回头去发现 小狗单单正在偷吃铃铛上的供品 他赶紧上前阻止 结果以表心 拿碎了曾曾祖父的遗照 这下可BBQ了 杰克捡起地上的照片时发现 照片的另一边 居然偷偷藏着为人不知的一面 曾曾祖父照片里的这把吉他 跟歌神雕像手里的一模一样 而一旁的太奶奶 看到照片后 指着照片中的男人喊起了爸爸 杰克突然意识到 歌神可能就是自己的曾曾祖父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 在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后 一向赫的奶奶突然抱走 还把杰克的吉他砸得稀巴烂 看着满地的吉他碎片 杰克愤怒地 都过爸爸手里的照片 一路小跑来到了比赛现场 因为没有了乐器 工作人员就无法让他参加比赛 杰克失落地走在大街上 当再次看到歌神的雕像后 他似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原来在歌神的纪念馆里 有把曾曾祖父用过的吉他 杰克开心地抱起这把传奇乐器 情目自禁地扫了一下 可是没想到 声音却吸引来了管理员 杰克放下吉他刚想解释 管理员却无视他的存在 静止穿过了他的身体 难道被吓坏了 直接跑出了纪念馆 当他看到父母时 他想上去给个拥帽 结果却直接穿过他们的身体 掉进了木坑里 好心人把他拉了上来 可他抬头一看 都说人怕鬼 但你绝对想不到 其实鬼更怕人 仅仅是个人类小孩 就把他们吓成这个样子 杰克误打误撞 来到了亡灵世界 在这里 有的亡灵在享受 家人供奉的美食 有的得罪家人诉说着思念 就对杰克疑惑时 一个女人冲了过来 原来他们都是杰克 已经死去的家人 看到还是活人的小孙子 出现在亡灵世界 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他们带着杰克穿过花瓣桥 准备去找老祖宗问个清楚 今天是亡灵节 每年的这一天 只要阳间有人供奉他们 那就可以外出 和亲人们团聚 假如没人供奉 他们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杰克的曾僧祖母 这次就遇上了麻烦 因为没人供奉他的照片 导致他无法穿过花瓣桥 气得他破口大骂 就在这时 管理员走了出来 把杰克一家带到了办公室 原来是杰克拿走了 曾僧祖母的照片 假如杰克想要回到人类的世界 就必须在这里 知道亲人的祝福 曾僧祖母可以送他祝福 但前提是 以后不准再碰音乐 杰克没有答应 他还没有见到 自己的歌神祖父 不想离开这里 趁着上厕所的机会 直接溜着大吉 与此同时 这个想偷偷到人类世界的男人 被抓住了 面对管理人员的审问 他谎称是歌神的朋友 美味的杰克听到这些 快速的追上男人 他希望男人能够帮助自己 如果得不到歌神祖父的祝福 他就无法重回人间 作为交换 杰克也要帮助男人 跨过花瓣桥 去和亲人团聚 为了掩饰杰克的人类身份 男人给他画了个亡灵桩 就这样 两人来到了歌神演唱会 可是没想到 歌神德拉并不在彩排现场 他正忙着开派对 只要用他广场的才艺比赛 就有机会进入派对 找到歌神 男人从老朋友那里 叫来一把吉他 然后带着杰克来到了比赛现场 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 杰克顺利的来到了派对现场 为了吸引歌神的注意 杰克爬上高台开始唱歌 优美的歌神不仅吸引了大家 也吸引了歌神的注意 而另一边 因为杰克无辜失踪 杰克们被开始四处寻找 并且 他们还带着一只凶猛的野兽 他 生前作用千万粉丝 而死后 更是万人敬仰 别人死后都是门人烧纸 但他收到的礼物 都到房间装不下 可是谁能想到 就这样的一代歌神 自然是靠偷取别人写的歌成名 杰克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他的曾曾祖父 可他也不能耽搁太久 必须要在天亮之前回到家 否则 他就会永远的留在这个世界 绝对杰克就要受到祝福时 黑眼中出现一个身影 原来 是带他来的那个男人 也混了进来 杰克曾经答应他 只要受到歌神的祝福 就会帮他把照片 带到人类世界 可是没想到 歌神却一把夺过男人的照片 并且够斗他 就是要他被所有人遗忘掉 男人这下彻底怒了 他开始抱怨 歌神不仅偷了他的歌 而且为了扬名立万 还杀了他 原来 他才是真正的歌神 而德拉 只不过是个冒牌货 现在一切真相大白 不仅拉走了杰克的曾曾祖父 还把杰克扔到了天坑里 眼看自己就要变成亡灵 曾曾祖父想将因为无人供奉 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 就在这时 一只猛兽突然来到洞口 原来 是曾曾祖母找到了这里 在杰克的解释下 曾曾祖母注意原谅了曾曾祖父 不是他不想回家 而是在回家的路上 被德拉杀了 而现在 只要找到德拉 拿回曾曾祖父的照片 就能让他被家人供奉 不然就会彻底消失 在全家人的努力下 祖母宠母从德拉那里 拿回了照片 就在杰克接受祝福时 德拉就突然出现 为了揭露他的丑恶嘴脸 将人趁机打开了摄像机 德拉的所作所为 都被现场的观众看到 德拉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 一把将杰克扔了出去 就在这时 祖母的宠物及时出现 救下了杰克 可惜 埃克多的照片却不幸沉入水底 没办法用了 埃克多没有责怪他 他只希望杰克能频频安安回家 德拉的丑恶嘴脸被戳穿了 再也没人支持他 他被据猫雕到空中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追到太阳即将升起的那一刻 杰克成梦的收到祝福 回到纪念馆 他拿着吉他火速的跑回家 电影到此也接近尾声 基本这是一部动画大电影 不仅在上映时看过无数观众 更是让母伴150万网友 打出9点1分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准备好指巾看一下原片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